日本东京电力打算让福岛第一核电厂的废水排入海洋 此举不止引发临近国家不满 连当地民众都抗议 至于福岛生产食品的安全疑虑同样引发讨论 但推动台湾进口福岛食品 一直是日本政府的推动目标 日本近年来致力推动台湾开放进口福岛等无限式的食品 日本前外务副大臣也是现任自民党外交会长的佐藤正久 在接受BBC专访时表示希望台湾越快开放越好 并重申这个问题是日台贸易间的刺如耿在喉 甚至下重话表示台湾自称是自由贸易国家 却不相信科学数据的产品 明明其他国家也都承认并允许输入 更表示不相信客观的科学数据 没有资格加入CPTPP 也表示台湾能加入与否现在是相当关键的时刻 因为加盟国都有否决权 如果大陆先加入的话 台湾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这个自民党的参议员 其实他在受访的过程里面 谈到的这些部分 其实有一些是不正确的 在经济的部分 他说如果中国一旦先加入了CPTPP 台湾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所以这个显然是用时间在腰迫我们 此之外 我们也针对日益紧张的台湾海峡局势 作出评论 认为中日台三方局势宛如三国治理的赤壁之战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东海和南海将会成为关键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也一再强调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即使是日米同盟的有事 主持人也指出 两个全面犯台的条件 充分 只要台湾军队测往山脉地带打游击战 几天之后美军就可以从花莲登陆救援 因此解放军要包围台湾 还有很大条件需要克服 而日本政府打算在2022年 设置台海担当企划官 更积极涉入台海事务 会不会恶化中日关系 将是观察的重点 谢谢亮眼语综合报导